大家好 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试音小课堂的Luminar系列教程的第14集 在Luminar 4当中有很多提升黑白照片的小工具 在这期教程里我们就来一起从彩色照片转换为黑白 增加质感 提升细节 并且利用暗角和颗粒模拟胶片的效果 在当代摄影当中 黑白照片基本上都是通过拍摄彩色数码照片 在后期中转换为黑白处理而成的 在拍摄RAW格式文件的时候 即使相机设置为黑白模式 存储的文件仍然会带有颜色数据 这让我们在后期处理黑白照片的时候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先进入到基本功能界面 进行从彩色到黑白的转换 这步操作仅仅是制作一张黑白照片的开始 在这个功能里边我们可以自由地控制 照片当中任意色彩的亮度 无论是风光还是人像照片 对不同颜色的控制可以改变整张照片的基调 控制这些颜色的意义在于改变照片当中的重点区域 当照片当中的元素很多的时候呢 就会分散观看者的注意力 通过对颜色的控制呢 可以弱化某种颜色在黑白照片当中的效果 例如在我这张照片当中 什么颜色都有 那么蓝色红色黄色都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当转换为黑白照片的时候呢 这些颜色就被转换为不同程度的灰色 首先我们来看红色 那当调整红色的时候 有一些标志就会随着我的调整变深或者是变亮 那么我会发现这些元素呢 其实并不重要 所以呢我想把它调的深一些 来弱化它的存在 接下来是黄色 黄色部分呢主要集中在霓虹灯和出租车的身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要让它们变得明显一些 我就把黄色亮度提高一点 绿色元素在这张照片当中并不是很多 它也是出现在广告牌的位置当中 那么我们也弱化它 青色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弱化它 蓝色部分就变得更多了 像Diner这个字体 还有车的反光以及广告牌 那么我适当的降低一点点它的颜色 阳红色似乎在照片当中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它的深与浅似乎勾勒出了一些细节 所以呢我将阳红色调整的亮一点 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提高饱和度的设置 添加之后黑白照片当中的某种颜色就被恢复了 利用这个功能呢可以立刻创造出一张富有创意的照片 诶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黑金色调吗 除了这个玩法呀我们还可以利用编辑萌版这个功能呢 选择画笔 之后呢利用橡皮擦功能将某个元素的颜色恢复出来 在调整的时候呢注意调整它的柔和度 这样画笔的周围呢就不会有特别多的鱼画 还有呢就是可以调整画笔的大小来适应我们现在所涂抹的不同区域 特别是涂抹边缘的时候一定要用小一点的画笔 这样就可以更精准的去选择画面当中的边缘 多余的部分呢我们选择画图把它找回来 这样呢就可以轻松的得到另一种创意效果了 照片当中的明暗关系呢可以起到突出主题弱化环境的作用 在这张照片当中呢我想体现出纽约时代广场繁忙的车辆 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纽约的黄色出租车 所以其实这张照片的重点应该是在画面的中间偏下部分 所以左侧的曝光过度呢它会图性当中抢了这张照片的主题 把视线过多的拉向了左侧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专业功能界面当中的加深加量功能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功能啊是黑白照片的最佳搭档 进入这个功能之后呢点击开始绘图 选择变量或者是变暗这两个工具呢来涂抹在不同的区域 这样呢就可以起到弱化和突出的作用 先选择变暗工具 因为我想要让左侧的曝光度降下来 选择强度低一点 那么我先选择50%左右 选择变暗 开始绘图 小心的勾勒出想要降低曝光度的区域 特别是一些过量的位置 这些不重要的不想突出的位置呢 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变暗 例如这个酒店的灯箱 那么它本来是白色的 所以呢曝光一定是有一点过度 利用变暗工具呢 我们可以将这些不太重要的广告牌呢 全都让它变暗 点击完成 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涂抹前后的效果 变暗呢不仅让大环境变得更沉稳 同时呢也弱化了一些不太重要的元素 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呢 变暗也让整张照片的质感 立刻得到了一个提升 为照片添加暗角 可以将观看者的注意力 拉向画面的中心区域 同时呢也很好地还原了胶片的视觉感 在Luminar当中啊 可以自由控制暗角的中心区域 点击选择主题 将鼠标呢 移动到照片当中 想要去重点图书的区域 选择出租车的位置 点击鼠标 暗角呢就会移动到这里 将调整量向左拖动呢 是添加暗角 向右拉呢 则是添加白色的暗角 通过大小设置呢 可以控制暗角所覆盖的范围 在高级设置当中呢 还有几个非常贴心的设置 如果照片被裁切过 或者等一下呢 要去重新构图进行裁切 记得将模式选择裁切后 否则暗角范围呢 将按照裁切前的面积来计算 除了默认添加圆形暗角 设置圆度呢 还可以变成方形的暗角 语化设置呢 可以让暗角的过度 变得更软化 或者呢更硬化 这和调整量的设置呢 完全不同 语化呢 是在不改变暗角透明度的前提下 可以让过度变得更自然 而调整量呢 则是改变暗角的整体透明度 内在光芒这个设置啊 相当的好用 当想要增加重点区域的亮度时 用这个设置就对了 等同于增加了这个区域的曝光值 想要百分百的模拟 胶片照片的效果呢 那就一定要添加颗粒 在LUMIN4当中呢 不仅可以对胶片颗粒的数量和大小 进行操控 还可以控制颗粒的粗糙程度 这个功能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个性化处理 是复古胶片迷们不可错过的小工具 通过以上调整呢 一张黑白照片基本上就后期完成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E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艾迪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啊 我的微信和博客呢 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